直到米苔木之後我真的會有點嚇到 米苔木很Q欸 嗯 它的水果味很晶天欸 聽說這裡的芬多金是城市的40倍 無感的體驗 就是你可以在身上裡面 然後放大自己的觀感 我們故意點小份的 結果來一個這麼大的 你看看這是一般的碗 超折 哈囉大家好我六一 我們現在呢又在車上了 代表說我們要遠途旅行啦 那今天呢我們要去雲林 之前呢我拍過其他集 例如說呢有斗六的鐵路美食 雲林啊虎尾啊各式各樣的美食 真的超級多 那我今天呢我要來搜刮一些 我之前撲空的店家 今天會一一去給它吃回來 那另外呢還會加碼一些 雲林的私房景點喔 它這家水益真的超級好 其實它還有二樓大家也可以去二樓做 只是呢他們這裡美音桌的人 大家桌上都有一杯紅茶 因為他們紅茶都是無限量讓你喝的紅 所以它的紅茶還蠻好喝的 我們曾經來了兩次都撲空 今天是第三次來終於吃到了 真的 我們這樣子一碗呢價錢是八十塊錢 但是我們兩個人一起吃一碗再加十塊錢 這很特別因為它是米排木加到辣味的湯裡面 對而且我們這一碗喔你知道為什麼會有兩種麵嗎 因為它可以額外讓你加主食 所以你那個主食你想要選擇 一樣是麵也可以 或是你想要選擇飯也OK 那你剛才說的那個麵呢 它其實叫做東北麵 也算是好像這裡的糟糕 對因為它的麵吃起來的話比較沒有那麼細材 它是有點糊度的 我剛才吃它的東北麵 然後我想說它感覺就是比較粗的一種麵 它的糊度沒有到非常Q 但是呢你吃到米排木之後我真的會有點嚇到 米排木很Q耶 對它米排木超好吃耶 它有點比烏龍麵還要好吃 終於撈到了 它豆腐喔 他們這裡的招牌香豆腐 現在在場的大家每個人都愛吃他們的香豆腐 但是卻沒有說很臭的味道 它吃進去真的很臭 但是正常來說臭豆腐店的話 像我們去深坑或者是去哪裡 只要你一經過你就可以聞到那個臭豆腐的臭味 對 但是我們一經過這家店是真的完全沒有 但是吃進去的那種味道又不屬於深坑那種臭味 我覺得它的豆腐感覺是也是不規則型的 它好像沒有切得非常的工整 那你覺得這樣吃起來是好吃的嗎 我覺得還不錯吃耶 而且我覺得它的鴨血其實也蠻嫩的耶 它的鴨血是完全有入味的耶 喔好臭喔 然後我們點的是小辣 我覺得熱的辣度還可以接受 我覺得完全不會辣耶 我可能被麵吸乾了 我連吃麵都不覺得不會辣 但是它的湯頭很好喝 這個是我下次來的 我一定可能再來再吃 它這裡要等很久 因為我剛才已經看了一個15分鐘的影片 完全沒快轉都還沒來 接下來我們要去吃冰啦 我剛才吃臭豆腐 我整個滿身大汗 結果是這家龍樹下綿綿冰 聽說他們的水果系列超好吃 這樣子是一球喔 沒有 加蓋子我都會多 我還給我們整排 就是比較那個 但很划算耶 看得開心我們也開心啊 真的真的 謝謝 好 謝謝你們 這樣子兩大碗75塊而已 很便宜啊 我覺得很便宜 因為我剛以為它是像一球那種正常的一球 就是外面賣的小小顆蛋 對對對 它是死命蛙那種 超級多的啊 真的很大碗耶 它下面都是滿的 大家說因為我們沒有蓋蓋子 所以它會再多給我們一點點 聽說自備容器可以再更多 剛剛老闆自己說的喔 所以你覺得我這樣要先吃什麼口味 我覺得巧克力你可以先留著我吃就好了 我知道 因為這兩個真的是推這個 因為人家說他們這裡厲害的是水果系列 我在網路上面是這樣說 我知道了你要先吃巧克力 對啊 你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吃出水果 它的巧克力不是像我們一般吃那種巧克力冰淇淋 它這個吃起來是有沙沙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沙沙感蠻好吃 還不錯喔 對還不錯 好讓你吃這個 這個更猛 有沒有差很多齁 嗯 它的水果味很津甜耶 火龍果味它其實不會說非常濕出 不會想說欸我是火龍果 因為它是那種淡淡的清香超好吃 嗯 雞果好酸喔 但是它吃起來就是像我們自己現瓦的水果味道 很強耶 這水果冰淋我覺得蠻厲害的 超強的 那現在再給你吃巧克力你要嗎 真的不要 你看 我覺得如果你要吃巧克力的話 你朋友不能吃水果的 因為你會馬上覺得 嗯那水果好像差很多 水果太強了啦 對然後它這裡還有賣其他口味 例如說抹茶乳酪等等 大家有機會可以自己來接觸它 它也可以自備容器喔 對對對 水果系列大家一定要點點看 奇異果火龍果 這兩個都是非常虧的 那個香豆腐這樣用走的過來就到了 對兩分鐘而已超近 不過目前呢它是沒有內用的啦 這要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它有一個得來數 點餐窗口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 來這裡吃的話 你可以先問電話 看它哪時候可以內用這樣子 嗯 各位我們現在已經吃飽喝足 上山去了 我現在的位置呢 在149甲縣 149甲縣啊之前其實有被 921地震症斷過 中斷了22年之久 那在今年呢 在張縣長和縣府的努力之下 好了三年終於重新通車了 這樣子呢 大大縮短上草嶺的時間 單趟喔至少可以減少 30分鐘以上的行程 所以我們現在上來呢 會變得更方便囉 各位你們看 現在是有活動 所以人真的超級多的 你看我們一下車呢 就直接來到 我們的目的地 五圓兩角 他們這邊的主子呢 全部都是 就地取材的 然後呢為什麼 它叫五圓兩角呢 來自於他們上面這個屋頂啊 那麼這邊早期 是蓋給這個居民來躲雨的 那一直蓋一直蓋呢 就發現 欸他們的屋簷呢 從第一個三角亭 然後向第二個就是四角亭 那我現在這個就是五角亭 總共蓋到第九個 3加4然後加到9 這樣總共42嘛 然後你另外再加一個 形式上面的圓形的圓 所以它就變成五圓兩角 因為它總共有52個角 那每10個角就會變成一個圓 所以它的由來我覺得超可愛的 那我們現在這條呢 叫做木馬古道 它全長呢2.3公里 它在谷坑境內海拔最高的石壁村裡面 那為什麼它叫木馬古道呢 是因為他們在早期啊 開採林木的時候呢 是使用這條路 然後他們是用木馬 作為運輸的工具 所以這條呢就稱為木馬古道啦 而且它旁邊周圍就是有很多林木 就是可以起到很好的保護作用 整條路上面都是非常平坦 然後不會有太多石階 我覺得如果是親子來的話 應該蠻適合的 聽說這裡的芬多金 是城市的40倍 超級珍貴的 其實我剛才在路上 我都是開窗戶 我要把握這個新鮮的空氣 我覺得它溫起來 會讓人覺得很清爽 頭腦好像比較沒有那麼髒 雖然阿寬還是運車 我自己開車還運車 好炫喔 那我們今天來 剛好有一個活動 我們剛剛稍微研究了一下 它下面呢是宋波 然後宋波的體驗完結束呢 他們就會把有參加宋波的人 一起帶到山上去參加 五感的體驗 就是你可以在山上裡面 然後放大自己的觀感 那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現在往下走了嗎 因為我們等一下 直接帶你們往上飛 那其實這邊有被台大的實驗林團隊認證 這也是森林療育基地喔 未來這裡還會繼續打造 讓這裡變得更完善 期待這邊成為國際的觀光景點喔 那我們接下來要下去吃美食了 來到這間要吃什麼 人家說苦茶油雞超級爆炸好吃 而且苦茶油好像是他們這裡的招牌 合菜的話是兩個人600塊錢總共 有點困擾 因為其實這裡的味道超級香 然後人家說這裡的假日都會爆滿 像我們今天是平日 比較不用等太久的感覺 所以這間呢叫做草嶺古早味小吃 那我們著名的主角呢 苦茶油雞已經來到了 這樣一大盤350塊這樣算小的 但是我覺得非常的多 它裡面的肉質感是有的耶 做起來的料理方式啊 我覺得它吃起來不會太油 我剛剛有看到老闆娘好像有稍微給它瀝乾 所以我覺得它吃起來很香很酥 然後它說其實有分乾的和實的 那它乾的話是比較多融合點 然後它的薑片啊 看起來呢都會像是餅乾 你敢吃嗎 我敢來我剛吃了 稍微一點點但是它沒有生薑那麼辣 然後它整體炸雞吃起來就很香 就因為苦茶油的關係可能就是比較香甜 其實我想說一個事情 但是我不要讓大家覺得我很香巴勞 因為我覺得苦茶油雞在我的印象中 它可能吃起來會苦苦的 但其實它是完全沒有苦味的 那草嶺這個地方啊 苦茶油還有他們的愛玉都是他們的招牌 那這個愛玉啊一杯35塊錢 裡面有加一些三本元 然後它可以另外再加檸檬 那我們還有點了非常多道菜 我們最後呢不是點和菜 我們是單點 但我們想吃什麼就點什麼 那我很期待接下來的餐點 到底是多好吃呢 這就是我們的另外兩道 一個是炒空心菜 然後一個是菜脯蛋 這個菜脯蛋我要收一下 我們故意點小份的 結果來一個這麼大的 你看喔這是一般的碗 超折 其實我原本不太吃什麼菜脯蛋的 但是它一送上來太香 我決定我要吃吃看 來到山上菜脯蛋一定都很好吃 就像我們有時候去部落裡面 吃那裡面的菜脯蛋都很厲害 我很愛吃菜脯蛋欸 真的很不錯 很好吃喔 好喝 它的味道啊我覺得很重 搭配上我們的飯和菜還有肉 這樣子全部一運俱全了 那你覺得它還需要加胡椒嗎 我覺得它其實這樣就夠了 因為它的味道其實算是比較偏重的 口感我覺得 這樣子酥酥碎碎的也很好吃 它已經不需要用胡椒去做點綴了 很難得欸 對好吃欸 這樣會讓我重新愛上菜脯蛋這個 好啦我們今天的雲林之旅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我跟你們說我覺得今天雲林真的是 我很愛的地方 像我們今天早上吃的那個香豆腐 還有綿綿冰 我覺得難怪我們吃起來會普空 因為它真的很好吃 我有點驚訝 是有實力的 對那接下來我們還有去森林療育之地 有五圓兩角還有木馬古道 我覺得那兩個地方呢 就是一個非常綠意盎然的點 那感覺是一個秘境 因為我們在沿路上 欸其實沒開到什麼車 結果沒想到我們到定點 全部都是車 他們都已經先上去了 對大家都不會跟你說在哪裡 只有我們會跟你們說 嘿嘿嘿 所以我覺得那個地方呢 我們也還蠻推薦的 那最後一個地方呢 我們來到了草嶺的古早味小吃 我覺得它的手藝真的很好 那個阿姨啊 它炒起來那個味道好香 就是很有媽媽味的感覺 我們價錢呢 總共是535塊錢 加上這杯愛玉 那大家呢有興趣啊 就可以來雲林這邊走走 不只可以去我們市區的地方 這一點美食也可以上山來 來到一個不一樣體驗的方式 那我另外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的時間呢 是十月嘛 那如果大概是明年二到四月來啊 欸還有花季可以看喔 那你們現在可以趕快按收藏 然後到明年的月份 你們再打開來看就不一樣了 喔對 到時候大家也可以來這裡賞花 還可以賞橘子 然後沿路上面還有什麼瀑布啊 喔對 還有很多梯田可以看 聽說還有最美的土地公 也是在這附近 還有萬年峽谷 就是很多景點 大家可以慢慢細逛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